介于当前境外疫情防控形势 结合上海实际 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综合研判 进一步明确了本市涉外疫情防控和物件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所有中外人员 凡是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 有过重点国家或地区旅居时的 一律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也就是一律隔离14天 我们再次强调 上海对所有物件人员的管理 坚持一视同仁 严格入口管理 严格落地管理 严格场所管理 我们也再次感谢社会各界 及中外人士的积极支持和真诚理解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不足等即使人吗 不足等比赛 我能够帮到最后 明天显靠